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进一步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稳定, 更加关注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的真正出路, 坚持对话与合作的大方向。 世界已经进入新时代, 对话合作的路应该越走越宽,而不是越走越窄。 各国在国家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 不应该成为对话的障碍,更不应该成为对抗的理由。 冷战早已结束,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当彻底摒弃, 固守霸权逻辑,挑起阵营对抗,最终只能给世界带来灾难, 加剧动荡和分裂。 这个世界不需要新冷战, 这个世界也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 各国应该在多边主义旗帜之下, 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